這個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我想這個題目大概跟同學提示一下 可以用這種角度去看它 OK 這樣就可以了 我想穩住我同學 這樣應該差不多 那這個題目大概跟你講一下 這也是我的考型猜測 喜忠之一 好 哇 這個題目也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現在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問題 來 今天的範例二 來 今天的範例二 這一個題目給它三個讚 這一個題目出得非常好 我個人非常喜悚 這個題目是哪一年的考題呢 這個題目是1020學測的考題 這一屆的學測考題裡面 我認為這個題目出得非常用心 而且答對率其實不高 大約三成左右而已 百分之30 這一題是個很有界別度的題目 非常有界別度的題目 你仔細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出得非常好 我認為這個題目很實用 我們拿出來研究一下 他說A向量跟B向量 是座標平面上的兩個向量 然後A向量的長度是1 來 你就把它寫下來 他說A向量的長度是1 對不對 反正就這樣 反正他題目講什麼 你就寫什麼 然後再來 B向量的長度是2 所以B向量的絕對值 等於2 這個長度是2 然後他又說什麼呢 這兩個向量的夾角是60度 這兩個向量的夾角是60度 這樣好不好 這兩個向量夾角是60度 然後他就跟你說 我現在定義一個新的向量 叫做U向量 這個U向量是誰呢 這個U向量就是把A向量跟B向量把它合成 把它加起來 這個向量我們稱為叫做U向量 這樣可不可以這題目說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V向量 這個V向量它是誰呢 它是S倍的A向量 再加上Y倍的V向量 就是把這兩個向量做線性組合 就是把它合成 當然這SY是誰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跟你說 這個SY 它是兩個時數 而且這個SY要滿足底下的關係式 滿足什麼關係式呢 來這個S加Y 大於等於6 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8 還有 S-Y 要介於誰跟誰之間呢 要介於負二 跟零之間 哦 這樣可不可以 好 他跟你說 這SY要滿足這個關係式 然後這個題目他問的問題 他就是問什麼 他就是問你說 那麼請問你 U向量 DOT V向量 的什麼值 他問你這個東西的最大值 Amazing 1020學測 一個非常好的題目 答對率大約三成左右而已 好 這個題目觸得非常好 好不好 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想一下喔 你可以思考一下這個題目要怎麼做 可以嗎 這個題目喔 來 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跟你講這種題目就是 你就 他說什麼你就做什麼嘛 他這個題目不是問 U DOT V嗎 對不對 那你就寫啊 來 你看嘛 你就U向量 DOT V向量啊 對吧 考試的時候你就這樣寫啊 就U DOT V嘛 然後U DOT V 你就反正題目給什麼 你就寫什麼 U向量就是A向量 再加上B向量 對不對 然後再DOT 來 V向量是誰 S倍的A向量 再加上Y倍的什麼 Y倍的B向量 A向量 欸 這樣寫你有沒有意見 這樣寫你應該沒有意見嘛 這題目說的我只是把它寫出來而已 然後接下來我們用分配率把它打開 來 打開這個東西 同學你應該沒有問題喔 他跟他做內機 自己跟自己做內機 會得到自己本身長度的 平方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自己跟自己夾角是零度嘛 cos零度是1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如果把它打開 你會得到 S倍的A向量 長度的平方 這樣講 聽得懂嗎 這課本的東西喔 然後再加上 來 V向量DOT Y倍的V向量 所以你會得到Y倍的V向量 長度的平方 這樣圖可以 然後這裡 打開這裡會有A.V S倍的A.V 然後這裡會有Y倍的A.V 所以我們可以把A.V把它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這裡會變成S加Y 然後這邊怎麼樣 A向量 DOT B向量 欸 這樣寫可以接受嗎 我只是把它用分配率把它打開而已 就OPEN講 就把它整個打開OPEN對不對 那OPEN之後 中學我們來看喔 欸 A向量的長度是多少 是1啊 所以這邊是會變成X 然後再加上 B向量的長度是2 所以平方這裡會變成幾倍的Y 4倍的Y 然後再加上 來這裡是S 加上Y 來 請問同學 A向量DOT B向量 根據內積的定義 長度乘長度 A向量的長度是1 乘上B向量的長度是2 再乘上COS這兩個相量的夾角 COS60度 所以是多少 2分之1 對不對 同學用定義而已 這個題目其實這個地方完全不難 對不對 用定義去做就好 所以這個2跟這個2分之1就消掉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喔 來 你把這個東西喔 稍微整理一下 這裡X加X 所以這邊變成2倍的X 這裡是4個Y加1個Y 所以會變加幾個Y 加5倍的Y 所以這個題目他就是要求什麼 2X加5Y的什麼字 他要求2X加5Y的最大值啊 的Missima 對不對 他這個題目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所有的同學看我這邊 同學問你喔 這個題目他跟你說 他的SY滿足這個關係式跟這個關係式 然後在這個範圍限制底下 要求2X加5Y的最大值 這個題目在考什麼 在考性性規劃 他把項量跟線性規劃結合在一起頻道 那剩下來的就簡單啦 何學你只要畫這個圖就好啦 這個圖容易畫吧 來我畫給你看喔 哈囉 來我們文組的同學 我慢慢做 我還是畫準的圖好了 不然你們都覺得我偷懶 我畫準確的圖喔 S加Y等於6 這個好啦 來來來來 我們就一格就兩單位 2 4 6 8 好來 2 4 6 8 沒關係 我慢慢講 這一題可能有點難 2 2 4 6 2 4 6 2 4 6 好 來 我們如果要畫 S加Y等於8 S加Y等於8的話 S結句是8 Y結句也是8 S結句是8 Y結句也是8 所以這條線長這樣喔 來你把這條線畫出來喔 這一條叫做S加Y等於8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齁 然後另外一條 S加Y等於6 S加Y等於6 2 4 6 2 4 6 所以這個畫出來了 嗯 嗯 好 沒關係啦 就這樣 就畫出來這平行線喔 來這一條 叫做S加Y等於6 這樣可不可以 然後 這邊還有S-Y S-Y等於0 我看看 S-Y等於0的話 它會通過0 0嘛 對不對 它會通過0 0 然後還會通過2 2 然後還會通過2 2對不對 還會通過2 2 OK 所以來這條線畫出來喔 嗯 呀 來這一條叫S-Y等於0 這沒有關係 反正我就畫給你看嘛 然後你另外一條叫做S-Y等於-2 嗯 Y如果等於0的話 S是-2 所以它會通過-2 0這個點 那S如果等於0的話 Y是多少 Y是2 所以它會通過0 2這個點 OK 來我們就畫準確的圖喔 考試你就自己評估看看喔 來你看我就畫準確的圖 這一條叫做S-Y等於多少 等於-2 OK 這樣行不行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好 那現在同學我們一起看喔 小於等於8 大於等於6 欸 小於等於8 大於等於6 是不是在這兩條線的中間 然後大於等於-2 大於等於-2 小於等於0 根據那個平面分割的原理 同學這個東西喔 如果同時要成立的話 我們會得到哪一塊 我們會得到這一塊喔 YA 是不是會得到這一塊 懂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同學這個叫做什麼東西 這個叫做我們的可行解區域喔 這個就是我們線性規劃裡面 對不對 滿足這個限制的這個區域 我們稱為叫可行解區域 而且這個題目其實他這個老師喔 人非常好 為什麼說他是個好人呢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這個可行解區域是個封閉的區域喔 所以這個題目你要求這個東西的最大值 如果你一定要得分的話 我建議你啊 你就乾脆怎麼樣 你乾脆把這四個點啊 來這四個點的坐標都怎麼樣 都把它扯出來嘛 這四個點的坐標都把它求出來 然後你把它帶進去嘛 因為根據線性規劃的原理 它的極值一定是發生在頂點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四個頂點求出來 把它帶進去 看誰最大就好 不過我這邊喔 我想我不要用這種做法 我教同學一個 你應該要更熟的做法 所以我現在不想用提點法 我想要用平行線法 請問你喔 平行線法要怎麼用 欸 複習一下 我們現在令2s加5y 我令它等於k 我現在要求這個k的最大值 我問同學一件事情 這一條直線它有斜率 請問你它的斜率是多少 我跟你講這個平行線法 學生一定會考 學生都在考平行線法 像這一題用頂點法也可以做啦 來平行線法來告訴我這個斜率是多少 我要問詢貴 貴穎姐你告訴我這個斜率是多少 好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認真看一下 這個斜率是非常好 斜率是負的五分之二 負的五分之二對不對 好 那現在的同學請看這邊喔 這一條線它的斜率是什麼 這一條線斜率是負一對不對 那負的五分之二應該是越傾斜 還是比較平緩一點 這負的越多應該是越傾斜吧 所以負的五分之二應該沒有負的那麼多 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條線是這樣 就類似這種感覺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要請同學仔細思考一件事情喔 它的s的係數是正的 所以這條線喔 這是你的目標函數對不對 這個目標函數 當你把它右左向右推的時候 越往右邊你的詞會越怎麼樣 會越大 那請問你在什麼地方會發生最大 當然在這個地方啊 對不對 如果你有觀音的話你就知道 它在這個點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會產生最大值 所以同學這個地方來跟你分析一下 即使你平行憲法如果學得不錯 你應該知道在這個點會產生最大值嗎 對不對 這個我想就是一個高手 跟一個一般程度的同學的差異 一般程度的同學他可能會說 欸 老師我四個點都找出來 帶進去看誰最大 但是如果是高手的話 他一看就知道這個協率是-1啊 我這一條目標函數協率是-2的5分之2 -2的5分之2是這樣 對不對 因為S的係數是正的 所以他由左向右推的時候 他的指會越來越大 什麼時候K會最大 當然是在這個點嘛 對不對 就在這個地方的時候產生最大 這樣了不了解 這樣可以喔 就這樣推 我幫你把這條線畫出來 這條線大概是長這樣 這畫的不是很準 但是大概是這種感覺 你就這樣推嘛 推到這裡 你看 是不是在這裡會產生最大值 你懂這意思嗎 所以你只要求這個點的座標就好 來 求你這個點的座標是誰 這一個點 This point 你就解連例就好了咩 對不對 你就把這條線啊 跟這條線解連例 S加Y等於8 跟S減Y等於-2 這個應該要看了就知道 相加是8 相減是-2 所以這個點是誰 就3跟5啊 3-5 對不對 相加是8 相減是-2 對啊 就這樣子 所以這一題就結束了 對不對 你就把3-5這個點把它帶進去 所以本題答案應該是多少 3帶進去3-2-6 5帶進去5-5-25 25加6 所以本題最大值31 這樣懂嗎 懂不懂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個題目答對率其實低喔 線性規劃 特考線性規劃 100-0學測 一個出得非常好的問題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好 那今天這一章更後續講到這邊 然後請問一下你們班的考前猜題 我講到哪裡 我要繼續講考前猜題喔 講到哪裡喔 第幾回啊 你們班考前猜題第七回講過有沒有 講了吧 有嗎 有嗎 有沒有講過第七回 梁家軍有沒有 第七回的第幾題 第三題還沒有講是不是 好吧 那我們講一下第三題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插掉 有一分調查 聽到來說 把雞重量的 我改善了 羊和醞